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咖啡沖鼓攻略 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什麼呢 是大家一直很關注的一個手法 叫做悶蒸 那我先跟大家聊一下 其實悶蒸不是所有手法都需要的 但悶蒸只是一種手法 它可以讓你的粉的排列比較緊密一點 在萃取的時候你的研磨度 在比較鬆的情況之下 就可以做出比較有濃度 有風味的咖啡 所以並不是一定要 但是絕大部分的手法 其實都會提到悶蒸 所以其實確實很多人在 沖煮過程之中都會一直煩惱說 我悶蒸到底要怎麼做比較好 或是說為什麼我的粉塵 吃水以後就是不會膨脹 那在教手法之前 學長要跟大家講一個基本原則 那就是原則上你使用的悶蒸水量 是你的粉量的1.5倍到2倍之間 簡單說 如果你用20克的咖啡豆 那你就是用30克到40cc的水來做悶蒸 基本上你是比較容易成功的 當然啦 也有人認為說只要用20克 就是1比1的水量就可以悶蒸成功 這個學長也不完全反對 但是你用1.5倍到2倍之間的水量是比較容易成功的 所以我們待會示範都會以1.5倍到2倍 也就是40克的水來做示範 其實對大家來說是比較容易入手的 那我們會用三種手法 那三種手法呢 一個是呢 中間3秒 往外繞圈再回中間的第一個手法 第二個手法是內外均衡的手法 通常會很緊張很想要趕快繞圈 那這個手法呢 最核心的部分就是 中間要停留3秒 我們馬上來示範 好 我們先準備好我們的濾汁 好 咖啡粉呢 我們使用20克 太粗或是太細的咖啡粉 都有可能讓你悶蒸失敗 所以你還是要稍微測試一下 好 然後倒粉 倒完粉以後呢 一定要稍微整一下粉 讓你的粉保持水平 這樣子你悶蒸成功率會比較高 OK好 這些注意事實上都做好以後呢 水溫也不要太低溫 大概80度以上就可以悶蒸了 但是接近90度 當然悶蒸成功率會比較高 好 準備好 中心3秒法 目標40cc 好 我們看有沒有看下去 好 中間給水 然後等1秒 2秒 3秒 然後 往外 繞 回中心 40cc左右 好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沖煮法 可以看到我們的粉塵 剛開始的時候 你可能不見得會很膨脹 但是稍微等待10秒鐘的時候 你會發現粉塵的中心點 會慢慢的把空氣往上撐 把你的粉塵整個撐飽了 就代表說 你的整體的深度的粉 也有吃到水 所以它的悶蒸的膨脹狀況 就會比較正常 好 這就是基礎的中心3秒法 給水法 現在要做第二種手法 叫做內外均勻法 那其實呢 跟第一種手法差別在於是說 它內外給的水的均勻度 比較正常 但是最後不要忘記要回來 中間給的時間 稍微再長一點點 所以 總而言之 我們都不要忘記 中心點的部分 因為粉塵是比較厚的 所以我們 整體來說的給水還是要比較多的 這樣你才容易成功 好 放一隻 然後研磨度跟剛剛是一樣的 給水的吸水跟剛剛是一樣的 粉 然後開粉 然後中心點開始往外繞 剛開始給下去的時候 順順的往外面繞 再回來中心點 但是不要忘記 前後 都稍微要停留一下下 讓中心點的部分呢 給吃到最多的水 這樣就會成功了 好 準備開始 水溫一樣水有90度 好 準備給水 好 中間 給下去以後 往外繞 往外繞 到最外圍 再回中心 好 剛好是不是 好 兩個手法的差異性 就在於是說 第一種手法是 中心點 069一點點 然後後面呢 就一路 往外繞再回中心 一路順暢 然後這種手法是 前面跟後面呢 都給比較多一點點的水 那中間的部分呢 就是一路順暢了 這兩種手法呢 都能夠有效的 做好你的悶蒸 可以看到 過了大概十秒鐘以後 中間的膨脹程度 反而比剛開始的時候 是更好的 代表說你的悶蒸 底層的粉呢 也吃到水開始排氣了 好 悶蒸時間大概三四秒 這樣就結束了 好 看完了第一跟第二種的手法以後呢 我們第三種手法就是 由外耳內反 就跟大家平常在給水的 邏輯有點不一樣 就是從外圈回到正中心 然後正中心呢 就一直給水 給到你要的目標期量 那以今天的20克的粉 就是給到40cc 所以呢 這個手法呢 其實也是一個一勞永逸的手法 你也不用算 前面給多少 後面給多少 就是從外圍 繞兩個圈以後 回到正中心以後 是不斷的給到你要的劑量為止 然後咖啡粉是20克 好拍粉 拍拼 待會呢我們就從粉塵的 不要最外圍 外圍進來一點點 最外圍的部分呢 大家不要給太多的水 對悶蒸沒有太大幫助的 就是最外層的 裡面一點點 好往中心繞 然後繞到中心的時候 停留 停留直到你的 磅秤顯示的 功課數呢 到40cc為止 好 馬上開始吃飯 好 給水 然後往中間 爬兩圈以後 回中心一直給到40cc為止 好 這樣就完成了 OK 所以其實悶蒸的時間呢 是非常快速 大概10秒到15秒 就完成給水 看你的給水水柱 那你可以看到這種 給水的方式 最後在中心間 停留時間比較長 所以呢後面 你的悶蒸的膨脹狀況 會慢慢的 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那這樣的悶蒸狀況也是很好的 OK 那我們第三種的 由外而內的法 手法也完成 好 看完了以上三種手法以後呢 我們發覺其實悶蒸 是 時間很短 但實際上呢 你不用太猶豫 只要抓準的方式 你就可以一口氣把它 注到底就好了 那三種手法呢 都可以完成悶蒸這個任務 可能大家會有一些疑問啊 比如說第一種就是 我在這種 給水的情況之下 悶蒸的水會被滴到 下湖裡面 這其實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而且對於風味來說呢 也沒有太大的影響 所以不用緊張 你只要給足量的水 即使它有一點點滴露下去的話 也是非常正常的 只要不要 你的粉塵不要有很明顯的下陷即可 那今天使用的 控溫壺呢 是大概是中口徑的給水 如果你是小口徑的 細口壺 它的給水方式呢 可能會有一點點不同 那我們今天就是以這個 中口徑的來做示範 如果各位還想要看細口徑的 或是超級細口徑的 悶蒸方式的話 我們下一期再錄製 那原則上呢 目前剛剛錄製的手法呢 在絕大部分的手沖壺 中口徑或是中偏細一點點的口徑 都是可以使用的 那請大家回去試試看 好 那今天的悶蒸不失敗三種手法 就到此為止囉 好 謝謝大家 掰掰